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单元 今天我们邀请到来宾是台大医院新竹分院的护理长沈永芳 来到我们的现场来欢迎护理长,护理长您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我是台大新竹分院护理长永芳 好,今天护理长帮大家挑的这个主题呢 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症状 听说啦,痛起来真的是非常的不舒服 但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没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等一下要请护理长来跟大家 好好的来聊一聊这个有关于痛风这样子的医疗讯息 那首先要请护理长,因为其实大家都有听过痛风 但其实对于痛风也许不是这么的了解 行,你先来跟大家聊一聊 同学描述一下这个到底什么叫做痛风 痛风这个大家听名字就知道 痛起来,它就像风一样来得非常的快 那痛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连风吹过去 你都觉得非常的痛 所以就叫做痛风 所以真的是痛起来要人民这样子 很不舒服的,像牙痛一样的 比那个更夸张 比那个更夸张 好,那所谓的痛风它会发生在身体的哪个部位呢 其实呢,痛风它主要是由那个尿酸结晶所导致的 那为它这些尿酸结晶呢 它会沉积在我们身体所有的关节 主要是末梢啦,手指啦,这些膝盖啦,脚趾头的关节 那这些痛风是怎么来的 主要是,第一个是我们身体每天一定会代谢 代谢出来的这些尿酸就是沉积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饮食 大家常听到说,不要少吃一些高普林类的食物 因为普林高的食物会产生,代谢只有产生尿酸 这些尿酸呢,经过我们肾脏去代谢 如果代谢不好了,这些尿酸就沉积在我们身上的关节 久而久之就会有一些高尿酸血症啊 那一些痛风的症状出现了 好,所以它只会出现在关节处吗 像指头这个地巴 所以肩膀也有可能,膝盖也有可能 有可能,但是主要你会发现 大部分的人会出现在手指头脚趾头的地方 是最明显的 对,好,那您刚刚有提到这个引起痛风的原因 大部分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尿酸过高 那会导致尿酸过高的原因有哪些 那首先要先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每个人都会参加健康检查嘛 都常常会抽尿酸 那正常值是多少 男生的话希望能够只能够小于7 女生的话小于6 如果高的过于这个正常值的话 就是高尿酸血症了 那造成高尿酸血症的原因其实蛮多的啦 第一个我们有说过 刚刚就有说过主要是体质的影响 那有些人呢,他天生呢 代谢的尿酸就是比较多了 就是体质的影响 那第二个刚好提到就是饮食的部分 所以有些人他就是喜欢吃一些内脏类 海鲜类 或一些高脂肪类 或是一些高汤啦 这些都是含普林高的食物 所以就是常常会有一些 尿酸比较偏高的状况 那有一些人就是他本来就是 他可能是身体在做 想要减肥 在急速的减肥 或者是他做化疗了化学治疗 这个过程中其实细胞都是很快速的代谢 刚好提到说尿酸主要是由细胞代谢所产生的 如果很快的代谢无法排出的时候 尿酸就会沉积在身体里面了 那其实有一些人他可能会吃药的一些副作用 所以你本身有一些吃一些抗结合药物的病人 或者是吃一些利尿剂的人 他本身有高尿酸血症的时候 就要跟医生讨论一下是不是要多增加一些辅助的用药 好所以尿酸高就一定是痛风吗 还是说他只是一个指标 其实尿酸过高他不一定会有痛风的症状 他说我从学就高啊我不一定会产生痛风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你一定要好好去控制你的尿酸 不要这样子长期下来又不控制 很容易就会产生一些痛风的症状出来 所以如果一般民众他没有健康检查的习惯 他怎么有没有办法有其他的指标 去了解说自己的尿酸是不是过高 其实应该是说尿酸主要是让我们抽血去检查 才能够知道的 那其实你会突然间发现 因为骨头一直肿于快 或者是凸起来 你就是要去检查 是不是有其他的问题所导致的 好OKOK 好那接下来请教您的这个痛风他是会越来越痛 还是说他发作起来的症状大概差不多就是这样 他有没有所谓的进阶的状况 那其实痛风呢 其实有分四个阶段 那平常我刚刚有提到的 你抽血只是尿酸指数高 那可能和平相处 我都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 那没关系 如果你不好好的控制 你就有可能某一天 这些尿酸一直累积起来 在某一个关节里面 就是会痛起来要人命这样子 就是急性的发炎的症状 那其实这痛起来真的是非常痛的 那有可能就是五到七天会缓解 那有些人真的是严重 他可能到一到两周才会把它缓解 那这个过程中可能就是要借由药物的治疗 或者是冰服来做缓解这样子 那接下来还有到第三个阶段 急性期过了 我们开始会进入缓解了 这时候我们就会跟那些痛风啊 高尿酸和平相处 那这时候也要特别注意了 不要再多摄取一些高普林啊 高尿酸的食物 那很容易就是一触即发油在发作了 OK 那其实有一些病人 他就是一直反复的这些尿酸膏啊 痛风食发作 其实身上长期下来就会累积的一些痛风食 就是一些慢性的痛风关节炎 就可能你会看到他的手指头啊 脚指头就是会一个凸出来的部分 那就是可能也会有一些 不舒服的症状出现这样子 好 那您刚刚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有提醒大家 有一些东西其实是要尽量避免 或者是适量摄取的 那比较容易不会有这个痛风这样的状况出现 那是不是在饮食的部分 还有没有其他要注意的事情 也请您在最后来一并提醒大家 OK 好 其实刚刚有提到第一个就是饮食的控制嘛 尤其冬天到老大喜欢吃一些火锅啊 高汤类的食物啊 越营养的东西它普林就越高 所以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这个部分 那第二个其实刚刚有提到 尿酸是由肾脏代谢的 所以多喝水多运动促进代谢 那这样子的话就会比较 比较让尿酸代谢出来 也会比较身体会比较健康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归于的生活 避免这些代谢性的疾病来产生这样子 那在脂肪的脂肪 高脂肪类的食物也要尽量少吃 因为脂肪类的食物会影响到尿酸的代谢 很多东西就是适量不要过量 其实对身体都是好的 对 好 那我们今天也谢谢护理长能够 特别抽空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 有关于痛风的一些相关的医疗讯息 再次谢谢护理长 谢谢您 谢谢 OK 谢谢 好那也提供给大家来参考 有关于痛风这样的这个医疗讯息 那更多的资讯呢 我们就期待下一次节目当中再见咯